繼續往下產生比如009、010一直往下增加 那當然理論上你應該要能夠向下拉的時候 應該能夠自動產生 自動比如008、009、010 自動全部產生才對 可是目前 當然我這邊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剛剛同學遇到的狀況是說 我剛剛講的是要整籃選取 意思就是說把這邊資料也許先刪除掉 然後同學就重新做了 把整籃選取 不過會多很多空白 為什麼多很多空白 因為你如果曾經裡面放過資料 他會認為裡面就是有資料 他裡面即便你怎麼刪都刪不掉 所以怎麼辦呢 一般我的習慣是 如果你希望下拉清單裡面 不要有一些多餘的東西 我是建議啦 你就另外開一個新工作表把它貼過去 然後你定義的時候記得喔 我們剛剛是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對不對 選到這邊維持 那如果你以後再增加的話 他會怎麼樣 他就不會 不會往下 變你每次都要來維護很麻煩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就選 整籃喔 OK 而且是要一個乾淨的一個工作表 不要有一些不乾淨的東西 不然的話會很多空白 為什麼我都做不出來 裡面很多空白 原因裡面有不乾淨的東西 是你看不到的 跟那個無關啦 只是因為 有些東西是真的你看不到啦 OK 那沒有其他意思啦 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另外開一個 然後一樣重新定義之後 你會發現喔 他一樣啦 不過你會發現那個重新的 你可以把舊的編號先刪除 從那個名稱管理員裡面呢 先把它刪掉 他會自動 就是會參照的範圍 就是會整個全部 但如果裡面是空的 他就不會有空白喔 因為他是乾淨的喔 但如果裡面有舊的 我建議你乾脆重新開一個 再來鍵會比較方便 那也就是你會發現現在我重新 新增到 11 嘛 那這個時候呢你切到前面這個下拉清單的話 他就會自動到11 而且底下不會有空白 有沒有 OK 然後呢 如果說我今天再增加的話 比如說我這邊又再增加 我再向下拉一些假的好了 反正就 再拉一些 14好了 那我再切過來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下拉清單呢 也會到14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基本上 用起來就很方便 只要你另外一個地方有維護 有新增的 那另外地方就會出現 而且 不會有任何的干擾 那基本上這一種做法 其實就以前的資料庫的做法 只是你把資料庫的做法 放到Excel裡面 並且配合下拉清單 那這樣的話兩者搭配起來 基本上就可以不需要使用Excel 不需要使用下SS 資料庫那樣也可以 達到你的預期的效果 OK第一個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啦 就是 全程藍選 OK然後呢 一定要是全新的 這樣OK 第一個 第二個同學問到最多 就是有關下拉清單的進階用法 比如說你今天呢 我們現在的下拉清單 只有一個 對 一對一啦 但是現在有什麼呢 下拉清單有 一對多的 比如說我希望呢 第一個下拉清單 下拉的時候 這個下拉清單 它有一條下拉清單的項目 由 後面這個是因為前面這個的變動 而產生不同的下拉清單 我demo一下 比如說我現在是編號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後面這個清單呢 它裡面出現就是編號 那如果說前面的是姓名的話 那這邊就是一個姓名 有沒有 應該可以知道 這個這個意思啦 而且這之前蠻多同學問的 怎麼做 OK 然後他就Google 我也Google一下 我發現真的有人教 可是看完之後還不知道怎麼做 為什麼他用文字敘述 放了很多圖 那 最後我用比較簡單的方法 也就是說 你可能需要的步驟 我大概把重點 講一下 應該 應該就會啦 應該 因為用這種方式的好處就是 反正我做啦 你照做一定會做得出來 但是網路上一些文章 他可能就是用文字敘述太抽象 看完之後真的還是不會做 那關鍵的地方其實就是 Indress函數啦 應該可以懂這個吧 所以第一個你會需要 兩個清單 所以你會需要兩個來源 第一個來源我先把 上面這個編號到業務水準 橫向選取 因為我的那個名稱是橫向的 所以我在 橫向選取之後的話 上面呢我把它輸入兩個字 叫橫向 橫向選取 OK 就是這幾個有沒有 我希望把它變成我的一個 清單來源 橫向的 剛剛是縱向的 不過現在是 橫向的 那輸入的方式跟 就是建立名稱的方式跟剛剛不太一樣 我是 向右 選取 在上面輸入 項目兩個字 Enter一下 那 這個範圍就叫 橫向的 第二個的話那我要一個 清單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 除了 編號之外 姓名到 業務水準這個範圍 我還是要建立 因為他將來會根據 這個名稱 去抓不同的來源 所以一樣除了編號之外 姓名到 業務水準 請你做一件事情 從選取範圍 建立 一樣是頂端列 幫我把姓名 總銷量 名次跟業務水準 建四個名稱 OK應該沒問題吧 前面好像有講過 按確定之後 不過我剛剛已經建立過了 所以這邊的話會姓名 對應到下面這個範圍 那當然你將來如果要做成活的話 那就是 整個藍選取 我現在是沒有 OK好 然後呢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 1 在旁邊練習 所以你可以找一個地方 這個叫下拉清單的項目 那項目部分的話一樣 就是到資料裡面的 資料驗證 資料驗證裡面的話呢 我們一樣先把它改成清單 來源就是項目 這個比較簡單 前面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就是把項目 放在那個 那個下拉清單裡面 關鍵的地方 其實在這裡 這個地方的來源 特別是 他是根據他 他根據他 所以這邊會需要用到一個函數 叫印度 印度 除了說呢 他可以指 某一個儲存格之外 他也可以指 某一個名稱 他會把那個名稱的所有資料 幫你帶過來 這個感覺跟那個 Range 物件蠻像的 Range有沒有 他可以指的是某一個儲存格 也可以是指的某一個範圍 印度 其實也有類似的功效 那我們來看 基本上 清單的部分呢 我切到哪裡的資料 一樣是資料驗證 然後呢 一樣是把它改成清單 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請你記得來源喔 來源是根據前面那個儲存格 所以前面那個儲存格是 K K3 我這邊是K3 你們自己在 如果位置不一樣 你就調一下 那你記得 來源 要 去把那個範圍 把那個名稱抓過來 放在清單 你記得用Indirect OK 錢瓜糊 接下來的話 告訴他說 我的名稱 是在K3 所以我點一下K3 OK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動態的 根據 K3 有沒有像他清單裡面的變化 比如說姓名 他就自動把那個 剛好那個名稱 有個名稱叫姓名 他把那個名稱整個裡面的範圍帶過來 並且塞到這個清單裡面喔 概念大概是這樣喔 OK 後瓜糊一下 好了做完了 OK 其實如果你可以理解這個道理的話 所以他會把K3 比如說我們在名稱定義裡面會有個姓名 他就把這個姓名裡面 的名稱指的是這個範圍 然後呢幫你怎麼樣 幫你塞到這個 找到這個 幫你塞到這個來源裡面 然後呢 自動就會在清單裡面顯示出來了 OK關鍵就是這個 然後按確定之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下拉清單是編號的話 那他會是幫我抓什麼 抓那個 抓那個 那個編號過來 不過我剛剛漏了一個 東西 什麼東西呢 剛好少打個等號 有沒有OK 所以記得喔 這個很蠻常 會遇到的 等號 等於 等於 Indirect OK 這邊其實你會把來源 他也支援類似像我們前面講過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公式 也就是這裡面 他也可以利用那個公式的方式 可是那個公式通常會是檢視函數 包含什麼呢 Indirect Index Offset 其實都可以 OK所以你可以在這邊用那個公式方式做 可以做出很多的效果 那這邊只是把 Indirect 放進來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那編號你會發現 他就自動抓過來了 如果說我前面變動的話 這邊變動 成姓名 後面會不會變動呢 也會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把剛剛講的東西 再串在一起的話 其實你工作裡面很多會自動帶資料 而且如果有更新也會自動更新 他用起來其實就會很順手了 不過 這可能一定要馬上打鐵要趁著 工作太多地方一定會用到了保證沒有 以前我們常常都是這樣用的 所以不會用的怎麼辦 那就糟糕了 你可能就是土法鏈鋼了 這是非常 我想詢問度非常高的一些相關問題 所以趁這個機會 順便講一下 那書裡面是有講啦 可是我發現書裡面講的都 拉哩拉扎的 而且看完之後你還是不知所云的比較多 所以 OK請各位試一下我們剛剛重點 1 如果你希望下拉清單 不要有那些空白 記得就是 你另外在開工作表 把資料倒過來 一個新的 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要下拉清單的話 先給個項目 然後這個清單裡面 關鍵的地方就是資料驗證 這個下的公式 就是 等於 Indirect 把那個前面的名稱給他 用點的就可以 點K3 這邊點K3 那這邊不要用字串 因為剛剛 我講過有用到字串 可是如果這邊用字串才固定 所以記得就是 去抓到那個 儲存歌裡面的資料的名稱 帶過來之後 他就會動態的 去抓到那個 名稱 把範圍抓過來 就完成了 兩重的 那當然 我們也蠻希望說以後 會不會 你們的 作業裡面有沒有 類似的應用 當然就會非常好用 當然用VBA也可以寫啦 不過我覺得有時候 如果他有內建功能 當然你就內用內建功能 就不用 寫程式 因為 不見得每個 同學對於寫程式都很在行 好 試一下 請各位 試一下 就剛剛講的 那個 清單 如果不需要有新資料的話 所以你 把他 另外倒過去 第二個如果兩重的 那個下拉清單 這邊的話 試一下 總銷量 換一下 總銷量 OK 兩重的 當然未來還可以 三重的 四重的 選一個 選兩個 還有沒有 還蠻多地方是類似 像這樣選一個 他會跳下一個 跳下一個 那這樣的方便就是你以後 在做資料輸入的時候 基本上都用下拉清單就可以搞定所有一切了 這樣 應該會 讓工作變得 更有效率 輸入的時候 OK 試一下這個部分